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眼听起来糖尿病与心脏病好像没什么关系 不过如果我们看清楚其实病理过程 当身体内长期的血糖处于高水平的话 这些高了的血糖就会令身体会出现变化 而血管为例会出现有足氧硬化 斑肺黏在血管壁里 继而就会影响到血管会阻塞 当血管阻塞的时候就会引起不同的疾病 比如心脚痛 心脏衰竭 观心病 或者心肌禁失等等 以我们现在研究的去看我们的数据来说 患上糖尿病的患者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大概高2至4倍左右 如果我们直接去了解的话 就由糖尿病加上心脏病 我们就叫做糖尿心 而这个心脏病的引起是由糖尿病直接引起的 我们也叫做糖尿心 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包括比较广义的范畴 但如果我们选择一些紧要的疾病来说 观心病 心脏衰竭 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糖尿心 虽然我们拉长来看 长远的复诊去看到 患上糖尿病的患者的确是很容易会有 观心病 心脏衰竭的继续糖尿心 但当中有一些群组是特别危险的 比如说长期的血糖都不受控制 长期属于高水平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属于高水平呢 那么复诊见医生的时候 我们会帮它验血呢 当它的糖发血色素长期在高位 不能够落下 譬如说4个百分之7的话 那我们都会觉得它的血糖是未受控制的 当然我们除了单一去看糖发血色素 这个水平以外 我们都要去看它复诊的时候 或者过往可能在复诊和复诊之间 它在生活当中里面 它的血糖波幅大不大 血糖波幅大不大 就是包括它会不会突然间 有一段时间血糖很高 例如餐后 我们通常都会提到患者 餐后的血糖都是很需要关注的 第二就是睡觉了 参与餐之间有时都会碰到血糖低的情况 血糖低的情况未必会在日间之中发生的 可能会在夜晚 所以有时我们有一些比较难控制血糖的患者 我们就会建议它用一些24小时的血糖监测仪 去帮我们了解它 除了糖发血色素以外的血糖波幅 究竟是否理想 我们先讲心脏 血管的变化其实会相对比较大的 例如我刚才之前也说过 会有触氧硬化 会有斑块会黏在血管里面 当我们患上糖尿心的时候 这种血管的病变可能会变得复杂 或者困难 例如我们会有黎曼性的病变 就是说整个冠状动物都可能充满着 胆护唇快而变得非常之合习 又或者多致血管病变 就是我们讲的 可能有三条或以上的主要冠状动物是合习的 对于它们将来做治疗 比如说我们用药 或者帮它安排介入治疗 就是俗称通波制 都有一定的难度 除了血管阻塞之外 其实我们都会担心 患者会患上心脏衰竭的 因为在糖尿心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就是心脏肌肉 血管鼓子仍很重要 但是肌肉也很重要 当糖尿病影响到心脏肌肉的时候 它的泵血能力会逐渐下降 臨床上来说 它会慢慢觉得自己气喘 会不够气 可能会出现一些典型的心脏衰竭的现象 比如颈的症纹会膨脏 或者脚肿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危险的讯号 如果我要归纳的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患上糖尿心的病人要知道的 就是因为糖尿是会影响神经线的 当神经线被糖尿影响太久的时候 患者对于心脏的症状可能会比较低敏感度 比如说它未必会心脏痛 它未必会喊心口痛 可能它要去到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可能真的血管塞了 或者心脏功能跌到某一个危险的水平 它才第一次意会到它自己有疾病 它才可能那时候才看医生 在药物上我们可以去选择第一线的药物 包括胰甲双瓜 就是我们俗称的Metformin 现在也有新的药物出台的 我们国际上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是复用SGLT移抑制剂 这个系列的药物是可以保护到减低度 因为心血管疾病 比如入院、病发 甚至相关的死亡风险 首先一定要了解糖尿病是什么类型的疾病 其次当你知道了多些资讯的时候 就可以在生活习惯中入手 少些糖分、少些甜食、少些碳水化合物 都可以考虑三低一高的 低盐、低糖、低脂 和一个高就是高的纤维纤维 都可以起码会帮到手的 在食物以外 其他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要知道 就是要做运动了 每一个星期起码做三至四折 介乎于三十到四十五分钟的大量运动 我觉得是必须的 除此以外就是要监测血糖了 刚才我之前也有提醒大家 可以使用一些长时间的血糖监测仪器 或者用选入笃手指 最重要的都是要去医生复诊 由医生解释给你听病情的去向 以及要盐血 因为盐血我们可以知道多些 尤其是糖化血色素 去看过去两至三个月的平均血糖的情形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